一人郭書瑤最近是被爆料說拖欠了小豪宅的管理費用 總共一年四萬多元 而且在管委會將法院提交要申請命令繳清之後 還撕掉了電梯內的公告被灌上了惡鄰居的標籤 但他本人是回應了這件事情說會盡快處理 他今天也是首次在風波後露面也正面的回應這件事情 其實在爆料之前我都已經處理完了 所以是已經攪清了 所有的事情在中刊爆料出來以前都已經完成了 那有想跟鄰居出去嗎 沒有 沒有 就是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大家 然後造成這樣的騷動 就想說他們會爆料嗎 就是會搞成這樣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了 可以聽到他其實聲音已經有微微的哽咽 也跟大家說真的不好意思 那他也說到其實這個事情在被爆料之前 他就已經全部攪清了 也希望呢 就是對鄰居說聲不好意思啦 因為他真的是當下呢 他真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這件事情 那他也說這個風波能會盡快過去 也希望大家可以關注在他未來的演藝事業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就不想要發絡